我們那個農舍的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開了沒有啊 開了一次 從去年這個9月的新版的這個有關農舍的興建辦法 這個頒布以來 我們為什麼到最近才開一次啊 為什麼才開第一次啊 因為主要的就是說因為農舍的審查 各區要推派人選過來 那有一些他們就是派得比較慢 後來我們透過區長會議要求他們改派 所以已經補足了 所以我們才開第一次 中央的這個辦法他可能後來才陸陸續續 也許十月多才補充補齊嘛 但是這中間我們拖了這麼久 延遲了半年左右 這樣的東西其實真的耽誤我們這個人民的權益耽誤很久耶 而且你知道當然現在的這個農舍的辦法除了從人的資格之外 人的資格有限制的更嚴格 其實我覺得台灣真的是很莫名其妙耶 到底什麼叫做農民 現在很難定義 沒有錯 怎麼會有一個國家把自己的人民搞得這樣似不像啊 有身份證上面叫做自耕農的 現在也沒有 有農保的農民 有可以蓋農舍的農民 然後每一個農民的資格都不一樣 怎麼會有一個國家把農民 把這個人民搞得這樣子無所適從呢 那更何況最近在協調相關的案子的時候發現 現在蓋農舍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限制 最差勁的是農舍的辦法 辦法已經是行政命令了對不對 其中限制說現在蓋農舍一定要零路 然後這個零路的解釋 我發現為農業局跟建管單位似乎意見還不一樣 那可不可以請農業局你們 是不是應該要替我們這個所有持有農地 跟這個甚至是真的要蓋農舍的人 跟中央反映一下 你要限制人民去處分自己財產的權利 怎麼可以用一個辦法裡面的復健 還甚至用Q&A的附圖 來限制一個人民 他在他自己的農地上的農舍要放在哪裡 用這麼低階這麼低階的行政命令的辦法的示範的範例的復健 來限制人民處分自己財產的權利 這根本 我覺得這個辦法根本就違憲 因為我們國內對於農地的這一個部分 主要的土地的管理是以區域計畫法這邊為主 我贊成我覺得贊成土地這樣的一個稀有的農地這樣一個稀有的自由 我們要去保護他 對 農業發展條例裡面 他因為為了考量農民居住 所以呢才把農舍啊 納在容許使用的一個項目裡面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納在這裡面以後 那因為有一些這個 就是農民 或者不是農民 我是請局長去跟中央反映一下 如果真的要保護土地 要限制開發農地的方式 不應該用這麼低階的東西 來限制人民的財產權利啊 他就應該要去定法律嘛 人民的財產要以法律定資耶 沒有錯吧 沒有錯 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所有公務員 都應該有的法規常識啊 怎麼可以用一個辦法 用一個母法下面定的辦法 辦法裡面的復健 去限制說 我們要蓋農舍的房子 只能放在哪裡 這哪一條 這個完全不對啊 這這樣子限制人民的財產權利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請局長跟農委會反映 他該定法令的 不要這樣子去便宜行事 不要這樣子便宜行事 另外 有關漁港的部分 本席已經跟局長 已經就叫過好幾年了齁 好幾年了 我覺得釜底抽薪的辦法 釜底抽薪的辦法 第一個 我們 直接能夠管道的 這個 漁港 台南市政府直接可以管道的漁港 我們要去設置相關的遊艇碼頭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 娛樂漁法娛樂漁船 的停泊的費用 你可不可以承諾本席 我們自己來定 而且不可以比高雄貴 這一個 是不是我請 那個 宜岡所 來跟 宜岡做一個報告 這個法令的訂定 政策的主管 不是 不是宜岡所在做的嘛 不過應該 應該是 這個 呃 宜岡大概指的應該是安平吧 現在 好 我要舉例啊 現在 將軍與港 也有客輪要來停靠了 是 那 那個 也有 也有 相關的 遊艇愛好者 因為 將軍 跟東極雨 幾乎在同一個尾度上 然後要到澎湖 又比安平近很多 所以 也有人 同號 遊艇的同號 建議說 要在這個 將軍 將軍 確實也有設 遊艇的浮動碼頭嘛 對 那 停泊的費用 這 將軍與港 總是我們管的吧 是的 沒錯吧 對 那所以這個停泊的費用 可不可以把它修訂的 不要比高雄貴啊 好 這個我們來研究 請你儘快提出來 具體的辦法 好不好 因為 我們的設備 沒有比高雄好 我們的 費用 還要比高雄貴 那我們怎麼去發展 這樣的一個海洋的修氣跟運動呢 所以這不對嘛 另外 安平與港 安平與港比較大 還是新達與港比較大 嗯 新達與港 那當然新達港大 那為什麼新達港是二級與港 安平與港是一級與港 這個當時齁 我比較不清楚 那你可不可以爭取安平港降級 直接給我們管 之前有一段期間齁 是歸市政府管 現在我們還是代管啊 事實上還是代管啊 事後 事後他把它提升 為 這個中央來管的一個一港 這個根本就沒有道理嘛 我們 我們 他原來 他原來這個 這個港上面的一些設施 過去長期的這個 這個文字館啊等等的 然後現在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市政府也希望能夠把它帶動起來嘛 但是周邊有很多 土地的處分 那裡面的這些使用分區的規劃等等 這個其實都是市政府的權利嘛 那我們在那邊卡在那邊 然後我們要發展我們 台南對外的這個航運 或者是這個海洋的休憩運動 都卡在那邊 你們一句說 這個很多 我們不能決定 我們只是代管 局長 可不可以把它爭取回來 安平港給我們自己來管 我們來努力看看 努力啦 我請你提出具體的做法 總質詢的時候 我會再來請市長答覆 好不好 請你給他一個適當的答案 好的 拜託你 謝謝 請坐 局長 那個方局長 我們的 集合上 我覺得 我覺得 要好好加把勁 好好加把勁 因為 比如說 就我所了解 就我所了解 日商的三井集團 日商的三井 在日本的本土 它已經開了很多奧類嘛 那它本來也有意要來台南 是 但是這個事情 還沒有絕望 還沒有絕望 因為 就本席所了解 三井其實它有意要在台灣 如果可以的話 它想要開四個 它想要開四個奧類 那你知道 它同樣的在跟其他的各個市政府接觸 台中市政府 是怎麼樣處理嗎 台中市政府是林佳龍市長 帶著他們的市府團隊 去跟三井簡報 去爭取三井集團 落腳台中 那我們呢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 來強力的招商 我們是不是也特別應該去 看它的土地 再給一個分鐘 感謝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 強力的去把我們台南 能夠有的條件 甚至是相關的土地 能夠如何變更 或者是甚至交通的路線等等 我們要把整個團隊作戰的力量拿出來 是不是 甚至 像將軍港 對不對 將軍旅港 它外面那麼多空地 很可惜 它的交通方便 非常方便 啊 我們把將軍旅港 把人家傳老大騙來這邊 結果現在人家做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配套措施都沒有進去 配套措施都沒有進去 但是 將軍旅港 我不是說特定就是一定要去將軍 但是我是用將軍旅港舉例 將軍旅港只靠農業局 能不能做得起來 絕對做不起來 要把將軍旅港做起來 你們要參與 公共旅遊局要參與 甚至交通局等等都要參與 所以拜託 山景像這樣的例子 全力爭取好不好 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目前也有 下一位議員請林志聰議員發言 請林志聰議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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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請林美苑議員發言 請林志聰議員發言 以後 aryng 沒有很快的到位 難得你都聽別人的嗎 難得不一定標準嗎 他要來不來就隨便他 你是救人的嗎 你求他們他們要來的嗎 那我說人也沒有辦法很快的到位 然後還透過區議長來做一個就是調整 我覺得這個裡面 好像我們本末導致 本末導致 人也應該我們請了他們來 他們應該馬上就是大家能夠大家一個配合 那我這麼的慢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在整個作業裡面 你應該去思考檢討一下 就如同我們現在 現在是幾月份了 局長 現在四月份 四月底了 四月28再過兩天就五月份了 因為年度是不是快過一半了 年度一年是快過一半了 我們的就是融入 現在你第一部的融入開始執行了沒有 融入 融入啦 現在融入 融入今年的我們有簽辦一批 一整批 但是到之前也召開會議 在審議 那目前還沒有最後批評 所以嘛 已經年度都快過一半了 第一批的融入 告進還沒有簽過 不要說發包啦 不要說工程要執行啦 第一階段 簽給DM去簽 去同意說要讓我們做融入 告進就要不 要不合准 現在我們的業務為什麼會那麼慢啊 這個融入是我們農民 但你都要進進出出都要走路啊 為什麼要要去覆設融入 是因為農民這個作業的時候 在走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融入真的不方便 不只出路不方便 包括他的農作物要出來的時候 也是不方便 不方便啊 所以你這樣延遲的 已經年度快過一半了 你第一批和頂民要簽 是市長的問題啦 還是因為我們必須長要去中央當官了 所以把這個事情 農民才開始急迫性了 而且最貼切的一個融入的工程 告進還沒有去簽 我們會持續的把這一些要做的融入 我不能接受你的持續能力啊 我跟你說 我們接著說業務是應該延續 而且很快的效力 市長說的要講究的一個效力 有感 市民有感 不過我市民有感 覺得很痛苦的有感 非常痛苦 這條融融 第一批融融 在今年都融融 告進頂民航簽就要不簽 你覺得如果讓他在明天簽過以後 我們還要上網公告 還要設計 還要花包 然後務實去做的情況之下 我看到三個月還沒辦法做的啦 局長 你能夠給自己的時間表嗎 有 我們有時間表 現在這批第一批融融 不要說第二批啦 甚至有第三批融融 今天議會在去年 讓你們這條融線過去 告進第一批 你就要沒辦法去執行的情況之下 未來你到了年底的話 如何去做完整的預算的執行 我們會依照規定 在六月二十五號以前完成百分之八十五的這一個融路的批定 那我可憐 你是批定而已 你是合遵說要做 這樣同意要來做而已 你到什麼你到執行的整個工程完成要多久 你跟我說你一定要多久 到整個路面喔工程完成喔 要多久你跟我說 沒有這個是要看融路的大小啦 還有還有就是 好啦 你就覺得第一條融路你 單是要去完成啦 因為裡面有大大小小啦 對 很小的那邊就算你挑最小的那個來做啦 第一條你單是要做啦 你跟我說 其實這個都是 你跟我講 不要說其實你跟我講 你想要什麼時候做 你的時間表什麼時候 我想六月底以前應該會有部分的完成 六月底喔 我們再來看 現在四月二十八 我們再看到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你對融路的搶修 融路的搶修 你說你已經完成了多少 你做得多好 當然你非常的認真 我們也可以 但是你的整個工作裡面的實際 在今年度的融路上面的表現 我們就覺得不太滿意了啦 所以機場不用再看了 好 你要記得你第一條的融路喔 你在六月你要跟我執行這一條 我們有看到 你不要去找一百塊喔 我南部你就會滾到 你就會稍微給我們注意一下 好不好 不要跟你說 你說有啦 三點一條 多小條我執行啦 好不好 好的 那農民有感 好 謝謝 來我們進化局 剛剛我們在講的就是 傳統市場 傳統市場 我想這也是很文化 我想我們按以前的那種 婆婆媽媽 她就是按菜市場開始 就是一天的開始 從菜市場開始 因為去買我們家裡吃東西 所以傳統市場 一場都興奮的時候 有夠興奮的時候 沒有一般的大賣場 這個哦 大家都知道去那裡 但是我們看到 實在在改變 我們有看到很多傳統市場 一直在沒落下來 但是呢 我們這個文化還是要保存 你認同本市的看法嗎 那當然是要繼續保存 那我們有沒有去探討 為什麼在日本 日本嘛 其實其實它的大賣場 比我們還要發展 大賣場比我們還要發展 但是它的傳統市場 它一樣非常的興奮 它傳統市場 心理也很好啊 你有沒有去比較 有沒有去考慮 就去做一個模擬或觀摩 為什麼我們台本的傳統市場 可以這樣 心理跟我們那樣好 我想它的 行銷方式跟銷售品質 完全不會輸給大賣場 大賣場 還有一般的超市都不會 我們有去了解 上網去過個比較 它的關鍵就是說 在當地的貪瘓 貪商 他們籌組了一個叫 警市場振興組合的聯合會 警喔 警市場 緊市場 他們把組合起來振興 我想我們的跟我們不一樣 就是說 我們的傳統市場 是用管理院的制度 我們用管理人去做一個管理 你在他們這個組織裡面 它是從他們下面有分 總務衛生保健 還有販賣 住進十幾個委員會 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 他們的分工的 或者細緻 他們的意圖 主持人非常細緻 而且他們互相 有一個就是什麼 生命共同體的精神 他們有個生命共同體的精神 他們全部都動起來 不是我們說的 我們傳統市場 就是管理人去管理 來湯泉 一個那種火燭 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應該要輔導 我們這邊的傳統市場 這台湯商 我們要怎麼給他們 有一個導正正確觀念 市場是生命共同體 絕對不是某個湯匯 它會生意好 或是做幾個人 有生命共同體做就好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他們這個觀念 然後加一些多元 多元化的元素進去 我想這樣 他們會 我們的那種傳統市場 可以傳承 可以延續下來 尤其我們有看在日本那邊 他們針對傳統市場 他們每一年會固定舉辦 二次三次的聯合 聯合大促銷 就是讓人的那種婆婆媽媽 可以說來來來來 來我們傳統市場買東西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應該去取經 我們常常到外面去觀摩 就是希望把人的好的東西拿進來 傳統市場 絕對不能讓他落末 因為這是我們的文化 所以那個議員的局長 你覺得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可以再加強一下 我和議員報告 當然我其實都 基本上都同意議員 你說的這個 日本的這個 他們這個 市場的組織的狀況 但是過去說 這個部門 我們過去台南市市場 都輔導他成立自治會 基本上就是說 他自治會的功能 沒辦法像日本這樣 所說的分析很多組 大家共同去把市場經營的方式 這個部門其實是比較弱了 我想你的建議很好 我像市場市這邊 是不是針對已經成立自治會的市場裡面 加強跟他輔導 那我們也協助他一部分 希望針對在管理 或是說你剛才說的 一年有哪一天 有哪一天的一些促銷活動 所以起碼 當然是市場 市場 市場的形態 也是要 經營的形態 也是要稍微轉變 環境要整理好 就這樣子會比較 最起碼能夠吸引一些消費者 到市場來 不過我想在除了說 這個部分以外 我想環境也非常的重要 你裡面要讓他們更一更 我覺得現在的傳統市場 裡面怎麼都暗 都比較暗 那你覺得沒有吸引力 7-11 統一7-11 他為什麼在一開始 能夠吸引到很多人的眼光 就是因為你看 每一家店 都要燈光都十足 都非常金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在整個亮度上面 你應該是在加強 是是 好不好 當然這是說 再給一分鐘 我們拜託說 市場裡面攤位 你在賣東西 賣了就收費 不要說他的一些 什麼東西都頂到一大堆 頂到一大堆 有些光線都會擋到 所以造成所謂 那個光線看起來 有些比較暗 這部分其實是說 因為市政府這邊的努力 要拜託 要拜託攤商這邊 你要去輔導他們 你一定要輔導 而且要我們發明一個觀念 我們這樣輔導他是希望 可以給很多的消費者進來 裡面消費 對他們是加分的 是為了他們好 絕對不是找他們麻煩 還有一點我要再提醒你 最近就是登革樂也一直在 就是 就是 怕會像去年一樣 那麼延燒過來 所以我希望說 在登革樂這段 在現在開始 你對整個環境 你要做一個正確處理 這個環境已經有鐵渣在處理 就是說每個定時時間 要進入廟就要去清潔消毒 我們希望那個攤商跟管理要去督導 要衝好 把那個環境給我們好 這個環境給我們好 好 謝謝我們林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馮一鳳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那個方局長 我想要請教 我們早上是文化局的這個工序報告 那我們也特別關心了 我們大菜市 大菜市裡面的金座城口那個高潔 我們現在已經拿到中央的那個經費 一億八千多萬嘛 準備要做了 那文化局是把這個協調的工作 因為我們早上大菜市裡面有市場有商場 也有拖房 所以這是經營型態都不一樣的三個區塊 他現在是把整個清廠的動作都丟給金花局 我不曉得金花局跟我們這些 攤商朋友協調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這個工程預定什麼時候要動工 議員報告 當然這個部分市場處這邊 這裡有跟攤商做了一些協調 那當然現在說那個本體 那個古蹟本體那個部門裡面有一些 冰箱什麼的 這個東西有找地方讓他們放 就是說本體的部分 就是希望說會安置到有礙跟復興市場 那當然就是有部分的攤商他是同意 還有部分少數的攤商還是有意見 那這個部分還會在溝通 另外就是說議員在關心說原來 那個比較刮生路 那要有一層 那不會補那個所在 那個部門他是希望說 我們的那個固執 那個什麼 政經這邊這裡 是不是這個本體做好之後 他說他是希望分斷來施工 他說本體在行做 做好之後不會補加薪水 在營業 然後這個部門跟時間 等到這個時間之後應該再刷出 有這樣的 攤商有這樣的要求 那這個部分我們還會再跟文化局來協調 就是說他在施工的時候希望能不能夠 採分斷 採分斷的施工的方式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現在怕說一些部門去百尾之後 現在回來就沒有生理 還是人家都跑掉 他希望 做撒口才定做的 定做施工的應該比較好解決 因為他這個東西的牽涉也比較簡單 但是你說那個 洗門路要進去的 這就是做大賣的 這那個魚肥的 這 可能會比較難處理 因為他牽涉到 他的那個生財器具的設備 就是說他的冷凍 剛才你剛才說要把他刷牙刷 要刷牙刷 要刷牙刷牙刷 你剛才這樣說 那是不是他們願意 而且你要牽去的地方 因為他們那都很大電的 那是不是有法度可以容納 讓他們在那裡生存 那我不知道說有沒有一個最後的時間點 就是說文化局給我們金花局的時間點 最後 因為他的施工應該是明年開始 明年開始 那我們一直希望說在今年最慢最慢 我們通常是希望說能夠在七八年之前 都能夠把這些要去的地方都把它找好 然後攤商都能夠就定位 所以最起碼最慢一定在今年底 要完成這個拆遷的工作 最慢要到今年底 那你覺得說 金花局的勝算 就是說 團雄朋友會動他的紀律多少 我還沒再給你問教說 包括國華街入企要進去大菜市 這兩條目前成立最好的這兩座 點心檔 聽不懂嗎 應該 這裡的緩彈應該會比較大 跟議員報告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還是會站在 因為金花局的立場還是會站在 攤商他在千里的過程當中 希望就是說他的減少到最輕的程度 來協助 就是說基本上 但是有時候 那這個地方可以讓他們刷嗎 像譬如說議員講的 譬如說他的村口 其實他有一個地方是用空的 那個地方就沒辦法處理了 如果說他是可以辦公室的 那個地方不是因為我們通常 另外找其他的位置可以讓他放 他說他那是在做貨物資的 不是在現場買 他就有一個地方放空 剛才議員說電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去評估 那是西門路在那裡的大壘 我現在在跟你說 西門路在那裡的大壘 就牽涉到說你要把他刷去意外市場 給他們市場 他的大電的問題 是不是空間容量 他的大大的冷凍庫 不是平衆 是冷凍庫 他的冷凍庫 他也不見得會很支持啊 所以這個過程 我昨天也跟文化局講說 不應該把這樣子一個責任 完全丟給金發局 要協調啦 對啊你們應該要攜手啊 因為有些工作 因為有些攤商的希望 其實涉及到那個文化局 他將來要 比如說當然提到要分斷施工的部分 他要配合 如果沒有配合也沒有辦法 達到攤商的要求 那你那個型態要怎麼規劃 我現在在問你說 還要加進去這兩招 生理最好的這兩招 你要怎麼處理啊 而且這最近很多這幾年 這麼大狀況的啊 那個家紀元報告 他應該要說應該是三招啦 應該是三招 還有一招是客人拼的地方 其實我上次有去稍微看了一下 我認為齁 我認為那個地方 我的想法 就是說因為國籍修理修好 但目前那兩排 其實未來如果要 整個門面要好一點 可能要重新再再進行 可能要整建這樣會比較好 所以我聽不聽到那個定器啦 這樣子 所以說原來那個 鼓勢修起來了 跟這邊 將來如果要重建的話 能整個外觀也跟文化做一個結合 這樣看起來比較亂 你知道現在正新街 跟國華街那裡 已經那個商圈齁 是人家店街 自己打拼 已經氣候已經形成了 也變成台南一個新地標 年輕朋友 外縣市的朋友到台南的話 一定會到正新街去消費 所以你希望說 你的金融村口 我們花一個八千幾萬 你做起來金融村口的股票 對他們來說是有加分的 不能做減分的動作 所以你會 你如果說 你在這個協調的過程裡面 沒有經過很深的思考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那些人 很大的煩惱 所以我覺得 那個如果你說 把這個工作丟給我們科長 那一天我看科長在現場 我也有去啊 科長就叫要讓他們下去了 上次跟議員報告 上次我有去跟那個攤商會長 其實有在協調過啦 有時候會長也會揹黑鍋啦 會長跟你說太多話 外匯中去逢五匯說 不然市政府是讓你什麼 不然你都幫市政府說話啊 這樣他也很為難 所以是不是說 你在那個協調的過程裡面 要不斷的 因為你是 那個現期是到年底嘛 那你可能層級也要拉高一點 然後那個透過不斷的協商 一段一段 因為他們的訴求是不少的 所以我們要這一個事情 是變成對於我們的 振興商圈來講是加分的話 對省門市長還是加分的 我希望你跟文化局這邊 要有一個橫向的聯繫啦 那另外我要請教局長齁 縣市合併之後 台南市一共發了幾張的 電遊戲場的執照 縣市合併齁 這可能要靠長你看 我沒有啦 聽說市長的意思是都沒有辦法半張啦 但是我們就看 很多間新的在開業線 怎麼才沒辦法半張 文言報告喔 只有一張 只有一張 那一張是怎麼來的 那一張呢就是那個孟時代 只有孟時代那一張 對其他的都沒有 沒有沒有人家對 那因為你們的規定是 要距離學校1000公尺嘛 對 那你們上次的解釋是說 孟時代那張是這個規定 還沒出來以前 他就拿出來心情 不是 因為喔 當時的知識條例啊 對 有定說 假設在 100那個04年 那個10月22 那個那個 之前啊 已經有臨到建造的 那那個科長你先請做局長 好啊 你現在心的都沒辦法 只要發一張孟時代 現在就是說 因為那個 就是那個自治條例 要符合自治條例 如果沒有沒有自治條例 好啦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你過去 好譬如說 我這張這張是在中政樓 但是我把處處做房子 做三年而已啊 阿高啊 處處要給他出房子啊 結果你不給我們拔 那你要叫人怎樣 做我主人消滅 這樣不合理吧 不是說自然消滅 是說你要搬的 搬到新的地點 要符合新的知識條例的規定 齁 就說最起碼 就說那個距離要夠啊 如果不夠 就違反目前的 知識條例的規定啊 好啊 全台南市有哪一間是 目前現況在經營 哪一間是有符合一千公車 沒有半間嘛 這就要去清早看 到底有幾間有符合這個 當然那過期準的 就沒有所及既往嘛 當然你現在要簽過 變成新的東西啦 新的東西就要符合新的 我沒有幫你清新的這條啊 我只是搬家而已 沒有啊搬家那個所在 我就沒辦法 因為處處不在做法 我一定要搬啊 電子遊藝場 那個東西不能說 我只搬去那裡 那個搬到那邊變成C的 那你都沒有要發 沒有要發 我又不能搬 好啊 現在我的處處 哪種要給我出處 這樣就要來搬手把 你這支這條要給我多少啊 對你這支這條要給我多少錢啊 我們現在的電子遊藝場 我們其實適量也是蠻多的 真的啊我們的想法 一般外界也希望說 希望能夠減少啦 外界希望減少 我現在也沒有叫你增加 我知道但是我們 他要簽就要符合 我們新的制度條例的規定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啊 我原地就是已經合法請教的 我只是說 在這個所在我不能經營 我現在要搬到那裡啊 但是我當時請的 可能就是說 你幾張三百公斤嘛 你現在說幾張一千啊 我就沒有製造啊 不然我就來含處處署啊 好 感謝我們洪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 第二輪發言的唐碧兒議員 請唐碧兒議員發言 請唐碧兒議員發言 唐碧兒不在齁 那我們就請 蔡議員發言 請我們行政科的林科長 請問一下齁 我每次去月聽 他每次都會去看問時代呢 說未來要做我們秘書 秘書長的 齁 一個電動公車安安變化 我到要終點等我才會問時代 但是我們已經 市政府 替民間的開發聽到 我是問時代 我們其中替他做 別人要做 不停車做 你們老的事 問時代他沒有 我們可以找到 停車到 未來一個 停車到開兩億塊 又是問時代對面 蔡長 你把問時代請過 建設怎麼準的規定 請問話可以嗎 這個資料齁 那都是我們可以提供給蔡議員 來做參考 基本上我這邊說明一下 沒說明 我的時間 我來幫你提供給我 後來我們這個張 我們的機長做的秘書長 我比較好要討論 看多少 他們使用有關 我不敢說 你政治化 我比較來討論一下 我也聽到問時代 就是我 感覺說外面在聽得 很多齁 今天這個議員說這個 跟你們問時代都有關 問時代叫我們市政府關 我看沒人比他更好 好啦 好啦 實際上 你以前說 說 我們市政府關不住 要收入政制度一敗 關不住 是不是 這是中央的前責 對啦 我們有的議員 要免 明確 跟你標態 我們市長 我們先幫市長過去做 來 幫市長過去對 收入政的看法 來我們董事室幫我幫忙 跟我們說 我們市長 有說啦 我們 台灣就是反對有瘦肉精的東西 是要台灣 再繼續 他在說話 他叫美國 在2012年3023日 說的就是這樣說 他是這樣說 吼 無關政治意圖 也沒有意識形態 他是反對有瘦肉精的產品 這樣說 你肉 乎牛肉 一樣 也是 我們未來是要英俊 齁 你身為台南市 我們台南市是第四大 主動生產地嘛 全國對不對 你才說的五十幾萬頭 對不對 應該你要有表態 我 我說的啊 民眾在選情騙平 選腦跳平啊 對不對 我是這樣認為 當然民眾都不會這樣說 你要 接政情到接政後 意識形態要一樣 你的立場要一樣 你看嗎 你大多人在狼 雙心 所以以前我跟他 要告訴理事長 他說 你說 蔡英雄主席這樣說 我們叫街頭共議 你看 我們啦 民進黨不會這樣做啦 我們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未成為未來 我們的中央單位 主管單位 以前的民眾管長就說 我們比較有力量做土 其實 不管我們國民黨和民進黨 我個人就看完了 那個記者在問我 台灣 因為一個外面有的 租貸 外銷做租貸的單位 實在說 要開放 競爭 不能鎖國啦 我不是說過期 國民黨做得很好 國民黨比較不會去求人心 有時 雖然合同 雖然合適啦 民主政治在流 不會因為我們對一個政黨 在做啦 民調最近做很多民調 大部分 全國八成 都是反對 含瘦肉精的豬肉進口 這個人你認為民調真的假 我認為大部分的人 因為這是民眾回去選團 瘦肉精 吃瘦肉精吃太多 對我們人體不好啊 因為我們台灣的反對 本身的整個家 在外面可以有瘦肉精嗎 我們進台灣 我們台灣不行 對 好 我們不能讓人可以 民眾未來要做 國民眾八成裡面 比較有分清楚 有多少標準 第一個就是不行 我認為這樣啦 如果民眾進口一敗 我們市長過去說的 當然 後來他也不可能是三次 他就買百元一選市長 不可能 可是你要有所作為 怎麼有所作為 通過之後 你應該要做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檢驗這個問題 你統合局應該要有 教委成局相關單位 要嚴厲查起 就是真的 蔡元是不是下一輪 我們接下來請 佛誠財議員歡迎 請佛誠財議員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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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誠財不在現場 那我們請賴會員議員歡迎 請賴會員議員歡迎 請賴會員議員歡迎 請賴會員歡迎 請賴會員歡迎 沒有的話我們 我們往下一位 我們請李文正議員歡迎 10分鐘 局長 10分鐘 昨天我有接到我們學民的電話 我們那個 平台的費用 我們過去一邊是105塊嘛 現在我們要把它蓋到300塊 這對學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因為今年 他去年風胎來的時候就做成他們的生死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維持105塊 不然要把它蓋到50塊就好 因為這個平台的回收的費用 在去年的時候 我也有負責那個紅衣丸 我們有在那裡說這個我們 暫時不可以把他們蓋 因為這幾年厚民的生活也很艱苦 這個局長這樣會不會 那個今年有挑戰嗎 餘費的部分 那是餘費的部分 對餘費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費收嘛對不對 對餘費 對餘費 對餘費也是受我們市府監督 我們不可以把這個祭林拿給餘費 這個人也會說農業局和餘工所 我們來協調看看 因為這個成本的問題 現主是我們公部門 我們本來就是要照顧這些農民 虛民 減輕利的負擔 我們再說一個圖圖 你如果說成本的問題 是怎麼他們工業 是怎麼他們各科技的商業 是怎麼政府不少成本的問題 我們可以免費 還可以幫他們補助軍請約 是怎麼我們說到這個學民 說到這些農民 是怎麼我們就說成本的問題 這怎麼有這個功德啊 局長 這這樣啦 理議員關心那個 學民的 拜託一下 因為現在 我們要把他蓋三百嘛 那三百起來也是一筆不少的縮目 所以 我是建議說不要蓋 現在你來蓋的時候 你如果蓋五十塊就好 我們慢慢... 你忙一下手就蓋得被蓋不起來 這對他們來說 他們會覺得 哦 負擔浸重 局長 好 好 局長,我建議一下 像說 我們要怎麼樣來帶動經濟法電 其實我告訴你 我們的政府 想到全腦然後要做沒辦法 其實這是這樣 要做才不是做而已 所以我們的政府就說 因為 我變成了一個幫助 一個怪獸 我簡單說啦 你像說 我們的這個 南非科技法庫對不對 南非科技法庫 我們如果是可以這樣 不要說只有一次辦一次火電而已 其實我們也可以讓他們做一個 普通西亞就是市民的一個休憩的地方 年後我們也可以在那個地方來結一個火車 形成一個行李可以在那幾年堂天 或是說咖哩 我要來遊覽 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擺下去 跟這個南非科技法庫 這些火龍來結合 年後我把那個地方做給他們 真的做一個很漂亮的環境對不對 那個局長 有時候你說 我們無本做無本的頭路 我們要怎麼說這個無中性友 要怎麼利用我們這個本籍 應該我們政府就要去做這個 一個開發才對啦 我們那也不用說再另外去花什麼錢 我們酒店鋤紐啊 我們這個 酒店鋤紐啊 那怎麼像在運動中間 有時候你還出比較多欄 你如果姿勢如果不對也沒有路應啊 有時候你說我一個球可以說到那裡 人家的就是整個城區 他那種的協調性 一個政府也是一樣 是怎麼我們這樣花這麼多錢 這麼多公務人員 結果我們現在經濟的經濟 你像我 附近一個朋友在開港的這個中間 他說我這個經濟運 真的實在 這個很壞啦 我們政府我們就要趕緊要怎麼 我現在是記這個禮 我現在局長我又像說 之前在這順的時候我也有說 你像說在我們的這個 林木娘的江湖 在這個台灣前的那裡 我們那裡有一個普渡嘛 對不對 普渡的時候 因為我們安平是一個海鋤嘛 現在很多人有在玩旁邊啊 也有在玩遊艇 遊艇有大隻有小隻的啊 小隻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那種那個 鞰匹可以拖回去運到啊 但是你要拖回去運到啊 他就要有這個鐵機的路 他可以拖起來嘛 我今天我去這樣 那個生海 去這樣篩鎮啊 啊 那個我生了的時候 我這隻鎮啊 我不用挖到那裡嘛 我就可以拖回我的家 所以局長我是說 我們可以做兩支鐵機路 這樣就好了 做鐵機路 那也沒有風海撒毀了對不對 那也不說去頂空間嘛 齁 啊你只有兩支鐵路 做下去的時候 它可以帶動多少雙棋 我們知道嗎 齁 遊艇的賣賣 遊艇齁齁 這些雙棍的這些好億齁 還可以讓我們這些房子 因為說齁 啊這 安平港這裡齁 可以這樣鎮啊 我可以遊艇齁齁 我可以那個對家鐵機路 我可以這樣這樣 做那個對彎道帶來那 齁 啊我來篩鎮啊篩子 現在篩了我回來 我還要帶回來 齁 這樣還要來賣一間房子 啊房子本來一間啦 一百萬 現在可能要兩百萬齁 齁 所以這牽一發黨全新啦 齁 啊這就要有變巧啦 齁 不是今天你只說 啊酒底沒有一顆刷 啊只來這樣 抓這些八線 只說齁 你這樣唱一個卡拉OK 還不行 齁 啊你這人也要給你蓋賣 那人也要給你蓋賣 齁 齁應該我們就要 去這樣帶動這個齁 齁 像我們看的可以來創作 那種的一個 集結機會 創作那個雙棍 這樣啦齁 所以 我這樣建議齁齁 因為兩棘鐵機路而已 你只要去協調觀光局 齁 是說公科 還是說交通局齁 齁啊這個鐵機路 他這個平地在地 齁 齁 齁 他這個 不會去說齁 去方海交通嘛齁齁 齁不可能的事情 要就在台灣前的旁邊這裡嘛 啊那就是我們政府的土地呢 齁 啊我們是不是可以來 台兩條的鐵機路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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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安平到這個昆町大約一度 我們說百多 幾度幾度 幾度幾度 一度多差不多六十米 現在聯絡比較對台東的時候 才對琉球 才對沖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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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對日本 我跟你說 他們的退休的生活 他們是塞油廳 繁油世界 我們說的我們退休 我們有可能不可能 當然好人也很多 所以這個局長 我拜託一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這兩條鐵機那裡 我們來做一下好嗎 這個構想 我來跟相關的談論研究看看 因為我這次意思就是說 因為安平避港 避港 是不是符合這個航空 我們來做一個研究 其實啦 所以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這個國家 我們要怎麼進步呢 例如說我一天去高雄的時候 我們就去折縱了 對這個沖縄這裡 現在他就塞對這個高雄港 塞對這個南平去 結果那個局長高雄港 他那個外長 你知道嗎 這個小雄港到這個阿門港 大概18公里啦 18公里 原來我才知道說奇怪 高雄港看得這麼少 那是豚土龍這麼大 他就是什麼呢 這個基町 他在這個外海 他那個天然的一個道士啊 所以他裡面的時候 真的做一個很好的天然港口啦 你像你這種的觀念就不對 你看人家世界 雄淳 香淳 雄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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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也是作惠啊 都也是窮粉利用啊 裡面那個雄淳 都也瓦咬咬 雄淳 雄淳 謝謝李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王佳蓁議員之詢 那個清發局 方局長 剛剛是不是本會有同仁在講說 我們要努力招商 是 是不是 譬如說 Outlet 現在一個最紅的Outlet是在哪裡 桃園是不是 目前台南還沒有 對 我們台南還沒有嘛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努力招商 基本上當然是對的 可是 不要先畫一個商人在那邊等著了嘛 譬如說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努力招商 通通都嘛是日本人呢 不一定 今天 當然不一定啊 可是事實上 我們現在一個大案出來 又是日本人拿去了嘛 對不對 那我想你知道 最近的一個國際事端裡面 日本對我們 中華民國是表示的非常不友善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麻煩 貴局 再招商該努力 可是不要先畫劍再射爬嘛 我有沒有講錯 先畫爬再射劍嘛 應該跟 好 局長 你請坐 我只是剛剛想到很多感慨而已 來 農業局 局長 那個TPP是什麼 TPP是換太平洋的一個協定 它的主要的主導國家是哪一個 是美國 是美國嘛 所以如果就你的專業認識 美國現在 用TPP 中華民國能不能進入TPP 來挾持我們 逼迫我們一定要讓 瘦肉精的美豬進口嘛 基本上是不是這個邏輯 還是這個邏輯不合 不對 你的了解是不是這樣 如果 而我們的一個一個資訊網絡裡面得到訊息是 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 老早就跟美國講好了嘛 美國支持蔡英文做總統 美國要求蔡英文你先給我們一些承諾嘛 那這個承諾局長 今天我不管這個張三李氏王二馬子給什麼承諾 今天我們要問的關鍵點在於說 這個承諾第一個 對台灣人的健康有沒有傷害 第二個有沒有違背 我們看到一路走來 民進黨的相關民意代表 以及政府過去在政府任職的 包括賴清德市長 他們對台灣人的不斷的呼籲 美豬瘦肉精美牛瘦肉精 或者美豬瘦肉精 都是會對台灣人的身心健康造成重大傷害的嘛 對不對 所以局長第一個 你覺得我們是非要加入TPP不可嗎 過去自由經貿區賴清德也是覺得不需要加入加入幹嘛呢 還是因為 只要是阿公阿公我們叫阿羅阿對不對 只要是陸方 我們就覺得是萬惡的共產黨萬惡的共匪會害死台灣人 把陸方排除掉之後 通通都嘛是好人 可是你看看今天的新聞 日本怎麼樣子又在羞辱台灣 又在霸凌台灣 又在把台灣人的命不當命的 所以局長我今天要請教你 你個人告訴我們一下TPP我們台灣一定要加入嗎 中華民國非加入不可 不加入我們會死掉嗎 我們就沉淪了嗎 以前是說我們吃瘦肉精 就叫做沉淪的政府 那現在我想請教你一下 我們不加入TPP會不會怎麼樣 當然貿易自由化是一個趨勢啦 貿易自由化除了美國日本 我們最臨近的就是大陸對不對 最臨近是大陸美國還稍微遠 不要講稍微遠非常遠 日本是很近 可是你看到日本最近 只要牽扯到日本人以為的他們的主權利益 他們有沒有尊重過我們中華民國過 那你現在講所謂的開放是一個趨勢 以前的時候民進黨不覺得開放是一個趨勢啊 還是只對某些特定的國家該開放 不特定的還是怎麼樣的不該開放 我先要問的意思說 你覺得我們非要加入TPP嗎 可是加入TPP他們就要強迫我們開放美豬 作為代價 也就是說傷害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健康 來加入TPP 你覺得這樣對台灣人 難道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嗎 局長 當然這個是中央的一個決定 當然這個是中央的一個決定 當然我們能夠如果說能夠堅持 就是這一個韓數 Put your taxes 加入不加入不是我的 Voorまず妳講到這 持的安全不是妳的選擇 好百姓的健康才能消失的健康 而且我們該都不至於 對 要關心 好 蔡英文 必須加入 必須開放的豬股 請問要我們海南人如何處理 跨出我們的決定 現在我們要做您的參與 好 是不是王議員下一輪好嗎 謝謝 接下來請林美媛議員歡迎 局長 我們還是延續那個問題 韓瘦肉金的 美國豬肉進來的時候 中央的政策我們不理 我們不管 因為我們是地方啦 但是你又是在台南的把關 我們台南市的把關是你啦 如果他真的中央開放了 你要怎麼應對 對我們台南市市民 你要怎麼做一個保障 你告訴我 基本上我們業者方面 他們還是希望說 我們自己本身不要去用瘦肉筋 保持我們自己的一個特色 第二個我們在使用方面 如果以目前我們國內的一個流通體制 我們是用溫體豬肉來銷售 它進口的幾乎都是冷凍肉 所以在冷凍肉的 它可能流向這個部分 應該衛生單位要加強查查 在邊境的部分要做商品檢驗局 他們應該要做這個嚴格的一個檢驗 那當然我也還是要呼籲消費者 因為消費者如果支持我們本土的農業 我們希望他能夠多使用 我們國內所產的包括容緒產品 所以你還是不看好 含瘦肉筋的美國豬就對了對不對 你覺得那個一定百分之百 對我們人體絕對有負面的 我們是這樣說 會有影響 好 那你一定要把關好 而且要很明確 我想在就是產品的就是標售裡面 標示裡面 你一定要很明確的 就是讓消費者知道 這到底是我們在地的溫體豬 還是它是含有瘦肉筋的美國豬 好不好 我想我們只能把關而已 讓我們的消費者自行去決定 好不好 他們去選擇 來 我們的經濟局長 剛剛我在講的 我們市長這類的照明 希望你能夠前面輔導 他做一個電費的更新 好不好 然後在做到這個部分 我們也在 在去年我們也看到 前專線每個縣市 都在配偶中央一個推動的 智慧節電計畫 這個部分 六都裡面 我們是最低的 去年到現在 我們表現出來 我們是最低的 所以 你的在你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是最低的 節電是最低的呢 我們的就是 成果是最不好的呢 你的成 你的原因是說 第一 因為 所以 過年剛才登革熱疫情爆發 第二就是因為 我們增加不少服務業的用電量 所以造成節電 或者說 成績不佳 這個是這個原因 但是我想 熱 是全國在熱的 今天不是說台南比較熱 高雄就不會熱 還是台北就不會熱 我想熱都很熱 尤其是南部非常熱 我們不跟台北比 我們跟高雄比 一限資格 一限資格 洽油在我們這邊邊邊邊邊 甚至有在 Others ,比我們更熱 但是在去年ё 他們的效果 高雄就省下了36萬度 在這個節電裡面 在這個節電的 智慧節電的計劃裡面 高雄配合重要政策 已有節了36萬度的電力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我們哪個地方 不是很用心的去做 我想很在 我們一直在強調 熱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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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都說 有的地方我們就是開放 說好好 我就在屋頂上面 做的太陽人 這波我們應該都去推廣 甚至我們南區有很多地方 非常優秀 這些調整都非常好 包括我們一般的國宅 國宅都滿高的 它的平面就是 上面都沒有帶那種維建 如果我們到站起來 有可能也帶維建 所以一般的一個國宅 它幾乎都不會去帶維建 所以在這個上面 你如何去輔導 補導的管委會 可以在天民做一個太陽人 可以給他蓄電 應該攻擊自己以外 他甚至可以去賣 這個部分我相信 你應該都用點心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調整很好 其實太陽能發電的部分 其實我們最近幾年 其實都做得蠻多的 那其實像縣市合併到現在 總共我們已經有核准 就是能源級備案的2900多件 那我們目前的發電量是 170幾MW 其實在全國來講 我們應該是排 我們是排第二 那當然比較最高的 因為以寧它是有專案的 專案的那個地形下限的地區 那如果扣掉鏡 那另外剛才議員有提到結電的部分 其實藍部還是比較熱啦 那因為我們的用電是住宅 這一次的那個節電是包括住宅 服務業跟機關 那其實那個 因為服務業的部分其實就是說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那個孟時代 孟時代是新的 那這個它也沒有被我們擴掉 它一個月的用電量非常多 那其實有一些客觀的條件 可能是在比較上 有些部分我們是比較吃虧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還會 雖然今年沒有競賽 但是我們還會繼續宣討 希望就是說自己的店 自己來節電這樣子 國宅的部分如果有一些 太陽能的部分有國宅要 有國宅的話 我們會請我們團隊去跟他輔導 好不好 好 謝謝林美燕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林美燕議員 謝謝 感謝主席 那個方局長 你好 我接著林美燕議員的先講 就是針對太陽能 我也給你一個建議 就是說我們新的社區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做虎島 新的社區的建商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去做虎島 請他們用太陽能 是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之前有邀請建商 你如果會最好的方式是說 你在蓋房子的時候就順便把太陽能蓋起來 那這樣其實是會比較 如果要說比較長期比較漂亮 那在整個病年的時候也比較快 因為我現在看到的是許多的新的建商 你假如說老舊的我沒有辦法去講 因為老舊有的鐵皮膚都大了亂七八糟 現在是新的建商他有些 比如說應該可以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他自己投資 然後再轉嫁給那個要買房子的人 那部分的建商日內 他這樣又加了這個太陽能蓋設備 會不會比較貴 所以他就感覺不太貴 我相信說成本上假如說比較貴的話 那應該要講說 買房子的人也會接受 是怎樣子你知道嗎 我可以省電嗎 他可以將來完了以後他可以賣電 對他也可以省電 他可以省電可以賣電 如果自己用他變成省電 他如果賣的話還是可以賺錢 所以是我認為說 應該現在你們要結合公務局 假如說新蓋的廠商 是不是你們要派人去做輔導 還是怎樣是不是一併這樣做 可以就是說 就是說議員提到比較大的 就是說整片比較大片 我們會計劃仙導 希望能夠配合市政府的政策 做個態度 因為做起來之後 是啊 像新市蓋了一大堆房子 比較不會說上面的維章 黑白帶看起來很快看 那阿南區也是這樣子 阿南區也是很多 我認為說應該有新的跟公務局結合 有新的建商的話 你們應該做一下這樣的輔導 可以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好 那局長你坐下 那個許局長來 你好 許局長 那個我想請教 就是針對瘦肉精的問題 就是在昨天就許多 要講說很多民眾在關心 之前呢 我們的現在未來的520的總統 我們的那個小英 他就是緩對瘦肉精 那包括地方政府 包括我們的市長 我們的賴市長 包括陳菊 包括其他有民進黨的地區 都是緩對瘦肉精的 那我不知道說在我們台南市 在瘦肉精的把關 那許局長 你有做怎樣的一個應變方式 在畜牧業界 一般他們都是堅持不用瘦肉精 那就是我們台灣要建立這樣的一個特色 所以才有衍生這個反對瘦肉精進口 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當然國際化以後 那WTO的一個規範 他也訂定了標準 那當然這個到底中央 他要怎麼樣拿捏 這個是我們 我們是沒有辦法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但是對於我們國內的一個調整方面 我們西木業者方面 他們還是堅持說 他們不使用瘦肉精來建立特色 第二個就是我們在運銷的過程之中 我們還是用這一個傳統的溫體豬肉 在做消費 所以基本上這一個 如果說我們能夠繼續維持 國人也支持 那這樣的話 這個比例應該不會很高 可是現在局長 你剛剛的說中央的話 要如何的未來要怎麼做 你沒有辦法 那但是中央未來就是520之後 中央就是民進黨執政啊 那應該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瘦肉精嘛 那假使說未來在我們台南市 因為台南市是市局長 你這邊你在做處理 假如說萬一那個有用到瘦肉精 那你會怎麼做處理 因為這一個有關食品的瘦肉精的一個檢驗 在邊境的部分是商選局他們在負責啦 那如果說到我們台南市的這個部分 那應該是屬於衛生局的一個職責範圍啦 你現在說這個是衛生局的職責範圍 那比如說在養豬的當中 養豬的當中 養豬的當中當然我們會從飼料 養豬跟養牛 養豬跟養牛 然後我們也會做抽檢監測 那我剛剛問的意思是萬一他用到有那個注射瘦肉精 就是注射那個包括飼料 那應該我們要怎麼做處理 當然我們就依照序幕法來採法 那現在序幕法採法是多少 這個我沒有查 我可能要進一步了解 好 那我希望說啦 既然我們的新政府都反對瘦肉精嘛 那不要到最後台南市是第一件有瘦肉精的出來 就變成說我們的豬啊我們的牛啊 都是有瘦肉精的這樣的話會會笑死全台南市民 包括全國都會笑 那我們序幕業者方面我們會跟他們都宣傳 那你應該也要輔導這一些序幕的說 你假如注射這一些 沒有人會新政府反對他們 他們覺得說這個用 注這個車都沒關係 吃這個菜都沒關係 那萬一你他們都自己不知道 連你自己都現在還不知道說 到底未來開發是多少錢 那這些人都不知道的話 你要怎麼去跟他們說 是不是要說未來你要讓他們了解一下 我們的新政府就是反對瘦肉精的 我們的市民就是不能吃到瘦肉精的東西 豬肉和牛都不行 那就是要輔導這一些 那個這些序幕的這些農民 對不對 對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做讓他們知道 不然他到時候說你都沒有給我輔導 我也不知道這要花多少錢 我們會加強宣傳輔導 然後也加強監測 這樣來建立我們台灣續產的特色 對 好 那既然說續產的特色 你剛剛也提到說 這是跟衛生局 就是未來要檢驗是不是瘦肉精 進口的 進口的 那是不是你們也應該 因為在你這個單位也是啊 我認為說各單位就是要互相 就是說未來說在進口的方面 衛生局也是要去加強啊 因為我們農業局有加入這個食安的一個小組 對嘛 所以說你們既然有加入食安的小組 對 對 那應該就是也要跟衛生局提醒這樣的問題啊 是 是不是 我是希望說既然新政府 然後民進黨的許多議員 他們就是反對瘦肉精到底嘛 但是進口的瘦肉精它是有一個比率的存在嘛 那既然台南市 好 都不要說 就是全國 都不要有瘦肉精的話 照這樣的方式去走 那我也希望說 真的能做到說零瘦肉精啦 民眾都沒有吃到瘦肉精的啦 讓台南市讓我們全台灣都是健康的啦 是 好不好 謝謝 好 感謝林美恩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林彥柱議員 林彥柱議員 不好意思 請洪玉鳳議員發言 謝謝 主席批揚喔 還困 這個 局長 局長 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 你有答覆說 我們台南的地龍 我們的市地的所領是全國第四大領的 就是五十萬頭嘛 五十七萬頭 五十七萬頭 第四大領 那我們也要求說 我們的這些養豬戶 農民朋友 都不能用瘦肉精 你除了說林議員要求你那個宣導之外 還有我們一些法令會開滑的嘛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也會監測啦 我們也會堅持 監測 監測 那就是監測國內 起這個地的地龍 不能有瘦肉精 但是呢 我們也看到 在這一次總統大選裡面 有幾個農業為主的縣市 新政府是大營的 包括台南 包括雲林 包括這幾個養豬的大縣市 他們都大營 但是我現在有一點矛盾啦 我不知道要把我們這些農民朋友競壹或是 因為 他們的選票支持一個 國家的領導者 國家的領導者就是要求在台灣 吃豬肉 豬農 不可以有瘦肉精 但是呢 他把我們國家的大門開開 開現現 歡迎美國的瘦肉精的豬肉 有含瘦肉精的豬肉 進入台灣 過去 他說 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就是 沒有阻止台灣人民的健康 這個政府是要求出的 犧牲人民的健康 要讓美國的瘦肉精的豬肉進來 所以他們沒有支持 但是實際上說 當時 國民黨也有說 就是比較國際的標準 瘦肉精 零驗出的這樣子 零瘦肉精的標準 要進口 但是 當時的這些所有的管制中 他剛才上比蔡議會議員秀出的照片 我們也看到他們排排站 堅持反對 但是我們很遺憾 我不知道是說 我們不能只用說換的位置 換的腦袋 他們只是為了 要叫美國來保護台灣 所以 他不要叫保護費 他叫出的保護費 除了軍售希望可以提高以外 他就是用台灣人民的健康 動作保護費 來要求美國來保護台灣 讓美國可以加力TPP去對抗其他的經濟 大國 那如果是這樣子 將來是不是這個瘦肉精的 有含瘦肉精的豬肉 進到台灣已經不是你許局長可以做主的一個成績啦 我們也體諒你 但是我感覺這個思維很奇怪 你要求我們本國餐廳的人 這是不能有含瘦肉精的 但是美國來的 那有含瘦肉精的豬肉 我們要開大門 反映他在裡面 我們知道我們國人的使用習慣 我們吃牛肉的人比較少喔 吃豬肉是七星以上喔 吃牛肉大概差不多減三星 那過去你反對有瘦肉精的牛肉在裡面 結果你現在要反映有瘦肉精的豬肉在裡面 雖然我們的人 我們的家庭主婦 我們在傳統市場買的 都是穿的 那都是現台的 在我們的土宰中台的 百貧市場台的 不過咧 我們在餐廳這裡 我們在餐廳這裡的啊 我們在賣場買的 你能動的 你能動的 都不是 它都是進口來的 而且 這個進口來的量 也會影響到我們豬籠 他養豬的豬價 那漸價是會傷容 除了漸價傷容 對我們這些養豬戶不公平之外 對於台灣 我們所有的國人 只因為換了新政府 他就沒有辦法支持這樣子 我們過去挺得住的 拒絕美豬進口 有瘦肉精的美豬進口 我們可以拒絕 為什麼新政府他沒有辦法 他已經挺不住 只因為 他要拜託美國 阿董 這個大國 來保護人 他就把台灣人民的健康 當作保護費 要這樣犧牲掉 這對我們的國人來說 這是一個真的 很傷害我們感情的事情 尤其這幾個農業大國 大關 就是讓他們拒絕 結果 讓新政府 如果是說 這很難受 就讓他們拒絕 他們拒絕 那他們拒絕 他們拒絕 那我們拒絕 組織你要求你來送這一途反對 你感到你感到不感 你站在台南市民的利益 站在我們國民健康的問題 國民黨黨團反對最多的理由是健康問題 因為到底和所有政府的東西 世界你如果要做這個 都沒辦法證明說到底好還是壞 當然世界一百九十幾國跟一國一百六十四國 都在馬不可以和索路徵 這沒問題啦 我放一個資料來給局長做參考 在我們台灣 台北這個所期當然變來變去 當然我們不認準在馬有索路徵 我們要求總統到目前為止不認準 就像他一樣 我們堅持大陸農產品不可以來台灣一樣 沒有開放百項 阿扁的總統實在開放很多 日本大學是這樣 他國來他不可以 親口不可以 韓國 國來 國外都因準 美國只有10公斤 這人 我們吃五百五公斤 內葬 像我做得吃內葬 去買東西在飲食酒內葬很多 香港的 健康問題是最重要的考慮 你身為一個第四 大三個農業主管 我希望你 有一個長期頭 你嚇我來 來是代表你自己農民 我們 衛生局 我講一遍 英國登靠後 英國不去 他還要有時間 把他帶給他 去檢檢 美國政府的豬肉 所有人有那麼多 你們這個單位 為了民間的組織 我拜託你 你定一個辦法 辭職條例 完全鼓勵大家去檢檢 你 比較漂亮 要整個有一次 倒不掉 總結合 你們這個 我感覺 也沒有很認真的 有很認真的 沒有 我們 政靠的 或是國產的 這些豬肉 有很認真的 你們有很認真的 對一個單位在檢檢 我們都會對一個單位在操作 現在 我再報告一下 我們那個有知道 政靠的市場流通 那個 一個是邊境的 邊境的 邊境的 邊境不要說 那個人的操作 在我們市場流通 是衛生群 衛生群 我告訴你 10萬事情做不到一項 不是我在糟糕 我在這裡跟他講 放棄圓運免責錢 他給他割 那不是 一檔一檔 趕過來 他那些自民 在那裡 不屬廣告 我不要說 都沒有出來 說兩天我 你 你 希望 衛生群 可以做事嗎 這個燈哥熱的問 媽媽 前面前 燈哥熱要來 他就幫你檢驗 豬肉精 他叫自民 他就 他跟全世界 一檔一檔 可以放過來 跟一個在那裡 聽說 他有 看到流通 他就不屬廣告 我不要說最近 讓教育上帝檢驗室 搞真的沒有 還沒辦法做 你可以信任衛生局 這人 拿出來做法 我看你 做這個 抗辯社 看 整個 當做 每次去檢驗 奇奇買館 我感覺 這比較是 你們應該要做 不是在那邊 一邊 一邊 說我都反對 這是政治議題 是民進黨執政就反對 國民黨執政就反對 國民黨執政就反對 國民黨不可以反對 他們執政希望 國民黨做不好 反對 拉攏選民 欺騙選票 現在我們國民黨反撲 我幫你保證這些人 醫藥都會抓 為什麼 民眾絕對做了沒有 我們這裡絕對醫藥 你還要做局長給你記名 我們這裡絕對還要檢視 看到底替頭照輪班 我們會輪到 換我們的行情比較好嗎 換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 中央你們 當然不是大政策 中央民進都在做 中央民進都在做 換我們在那裡 換我們好啊 換我們好啊 減透 換我們來批判 你 要擔當 你要一先準備 你 想什麼辦法 美主要進口 現在 你不可以放點點 像說 希望都合國啊 都 希望衛生局幫你幫我支援 衛生局發作反對 是 我告證對衛生局 他要利的課課 比較多而已 林博共我跟他講這麼久了 講這個儲分的標準 講這麼久 講兩檔 外國人 含出來又不出來 放任自民 這樣 看到人家說不出廣告 這個 這人你可以答應嗎 可以自己 生意 抽跳人意 買一些急急來檢查 但是 我要報告一下 因為我農業局是負責 在市場 之前的 所以 我付籍的是 那個 國內所生產的地 在這個 八片市場 這個改動 我們付籍 如果比較少說 有提到 按照 那個法令 是六到三十萬 六到三十萬 我說 你當然開主管會 不去說我也這麼 我說真的 衛生局 我跟他講 譬如應付 我跟他講真的 現在登哥熱來 他就說 登哥熱不可以 登哥熱叫做自民 說到自民 大家都知道 他跟市場關聯是怎樣 不然儲分標準 人家 白管制 很快 一兩檔 研究不出來 別說我抓包 都不在抓 他就說 我要跟 蔡議員報告 你要證他幾個人沒有 如果說這個 這個問題應該明天 或者衛生局的時候 我當然會去問他,我現在是說你農業局可以做什麼事情 比較多我們八成的觀念 你想要做什麼,你總代不可以 希望都駕腐敵,學生局嘛 學生局這個單位,教財團掛高的單位啊 我敢這樣講啊,因為你儲文標準都不出來啊 對不對,九成都不出來,只拜託我別說而已 市長,農業局做一點事 鐵農民做什麼事情嘛,你想什麼方式可以嗎 對不對,他沒有人 沒有,我會把市長問啦,我會把市長問啦 我會把市長跟家人來操作 你這樣開始,割破八成的觀念嘛 不是這樣黏黏,我們也可以做不到,現在台中沒有辦法 農產品啦 八檔建設不開放啦 民眾,大家還沒做就說董不住啦 還沒店舖就說董不住 你台南市的農業局長呢 台南市,如果說麻糬租的話 一天大概是一千八百多頭啦 沒有啦,我現在是在說,我們 所以別說,要怎麼想辦法來,割破八成的 如果來挑,基本上應當是沒有問題啦 對啦,我們國內也要公佈挑,國內也要挑啦 第二,最重要是成本 成本嘛,因為內政都差不多,會計八九倍嘛 成本,所有精一回 我們台灣農民不可以應酬有所有精,美國可以 那成本差那麼多,我們的農民這個參加不叫小便嗎 你想的不可能 成本差那麼多呢 對不對 和所有精的,局部所有精差那麼多呢 對不對 你能夠把今天會記錄送給 中央賣啦,說台南市議會 在廣州部有極力反對 和所有精的美豬進口啦 可以嗎 今天會記錄 這個政黨做啦 換現在換我們議要換我們來這裡講 說齁,不要在那種粘粘粘的 酸鹼騙票,酸鹼騙票 這是民進黨慣用的伎倆啦 說我做好聽嘛,不然我說這個不行 頭前說我好,反對三民同三民進口什麼 說來就沒有這樣,換我們啦 現在換我們反撲,換我們來議會批啦 說民進黨全部在說 都說的叫,說的叫做的不一樣 和農三民,最好我還是覺得這樣啦 大陸叫我們鑑鑑鑑鑑啦 現在沒有什麼抵議啦 你們當三民促銷或什麼 又盡量去那裡 美國全部要為了國家利益 讓你一國最好分兩國去亂啦 亂來,從中摩起最大的利益啦 眼睛不如近年啦 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不然你看,我們的副總統 看落後去南向 看落後去西向東向 到月回來還是要叫大陸好好講齁 我感覺是這樣 不然在抵議之下 不跟我們併頓之下 我感覺 朋友不夠比較實在啦 你們的政策都 我感覺我少說 當然你不能做主啦 這歷史可以 為我今天講 看有準還沒準 有時候我沒有站在這裡講 齁 這沒人敢講 看上 講得比較準啦 齁,李登輝總統已經失敗一次了啦 南向我還會落後去台灣的秋衆啦 希望你能夠做 我們要做 別人會做 萬樂的中共 萬樂的共和 現在 世代 我目前看法是這樣 不一定準 我希望你要 好啊 富吉 應該做農業集團的擔當 好 謝謝蔡英輝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謝榮哲議員歡迎 謝榮哲議員歡迎完的話 我們就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 來 那個庫教長請來 那個庫教長 等一下你也有 不好意思 你剛才說WTO有開放 我請問你 WTO設定的標準是怎樣 這個萊克多巴胺 這個PPV 那我現在你聽看看 看我這樣解釋對不對 我們臺灣人在吃的 是這個原體豬肉現台的 所以對這個競口的 含有萊克多巴胺 這個三肉精的豬肉 沒有趣味 所以我們同意競口 那麼競口之後 我們可以換到很多經濟的利益 包括在澄盤上頭也好 那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尤其我們臺灣人的生活 飲食的習慣嘛 對不對 你剛才是不是這樣說 不是 有啦 有啦 你剛才 翁家精 李懿 跟林美妍 跟林美鳥 你有這樣說嗎 我們臺灣人都吃現台的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要你支持 靜口 含三肉精的豬肉 沒關係 是不是 不是 平台藥 是不是這樣嘛 對 齁 那海士的小孩知道 如果吃下去到 我們的小孩 救援的救援 將來不洗 海士臺灣人的健康 若是開放美國豬肉 你來救臺灣 要把你拚命 我聽了一個吼 聽了一個刀 跟馬總統說 這樣不香 就在上世可惡的情緒 為什麼要顧我們臺灣人的健康啊 勇敢跟美國說不可以 以馬不行 所以 那時候 在米牛到米地 為了臺灣人親情的健康 我們把豬到五分去處理 對不對 因為 我們臺灣人 還要吃豬的北來 做過來都吃豬的北來 尤其北來的殘留量 是在豬肉上頭的殘留量 幾倍 有時候你專業了 誰就有7倍至11倍 北來的 就不是10的PPV 說其實豬肉 會訴求 我們都聽到了 結果不知道 到選機 他講對民進黨去背望 現在民進黨說沒有啦 美國豬肉 有三百千五個月 比較快 這麼不妖精 你看這麼不妖精 美國 美國 你認為怎麼樣 我認為會有國民 如果能夠不進就不進 就開紅 農委會主委未來的 你說臺灣我們哪有靈活動的 你沒有靈活動的 你沒有靈活動的三百千的豬肉 如果這樣 民進黨這陣子有靈活動 叫李強勢 要跟阿強會輸 看看 剛才美國會變成孤子 我跟你說 如果是為了要加入TPP 跟他換這個豬肉 是算不合 美國 民主黨跟共和黨 西拉雷跟川普 兩個總統候選人 大概八千半是會拿名 兩個都全民反對TPP 如果這樣我要請問 未來幾黨的 接政黨的總統 如果這樣沒有換TPP是去換什麼 換生物科技嗎 換宜昌還是換耗燈 換什麼技術 說出來給我們評判一下 所以 你說WTO有規範 那是一個規範 我請問你 歐盟有開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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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有嗎 有開放 歐盟有開放嗎 歐盟有開放嗎 美國的 美國的 就這麼高 你沒有了解 我說沒有啦 歐盟跟中國大陸最大的市場 都沒有開放 含有三萬元的豬肉進口 為什麼我們要開放 我們的兒子不是兒子 我跟你說 是我們家庭主婦 會去豬肉肉店去買現代 學校的營養五餐 全部都吃進口 尤其鄉鄉為了要製造成本 當然一定要買這個更嚴重 吃得到一百一中 要有勇敢 我請問你一個問題 最近這五年多來 你做局長了嗎 我們土的豬肉 有刺到南三萬元的嗎 有刺幾個嗎 在台南市來 你有刺過一間嗎 沒有嘛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豬肉的驕傲 所以他們跟騎中街頭 對抗美國豬肉 跟我們的總統叫他 我們鄉英明的台南市長 有賺錢給他 叫他 說到賺錢 說得了不真 平均兩國去日本聽什麼 我們的局勢 我們的開邊 都印證日本的 概念也都說日本的 現在為什麼 讓日本人做嫁人 日本人拗問我們的市民 大家聽心理想在家庭 你們做局長 你如果市長 還要說一句話嗎 六都會市長 剛才你跟日本管理想好 我們共在騎上去說話了 你如果市長做局長 什麼 要替議員說話 靠我們人 阿爸 那叫租款 台灣不是在購出款 日本兩家都購出 在那 這樣合作出款 你會分開嗎 就叫你會分開嗎 我們台南有多少 市民在那裡討厭 平均一年兩百幾次 萬一會在那裡討厭 我們台南市有多少 大家 你們有了解 台南市有多少 他那個海洋 在討厭 你敢知道 台南市都沒有 有市民在那裡討厭 因為我們 主管的 是定 你敢知道我們台南市 有市民在那裡討厭 有市民在那裡討厭 抓到市民在那裡討厭 的市民在那裡討厭 的更多 不得了 東港的更多 不得了 我們台南也有 我以前在服務所在坐 一些台南市的鄉親 卡電話在那裡討厭 電視鏡頭也沒看到你 台灣人又日本人 澳門又日本人 Q量家 你都要出來說話 想到會結 因為本來沒有做出 正式對台灣優先的歡迎以前 如果想到這個事情 本局長 有需要把所有的自由表 含這個日本人來投入 你不可以這樣成立嗎 我沒有說你意識啦 有需要占對日本人 所有區的國際表 跟日本人對我 有需要嗎 因為中國現在 不能投票嘛 我們禁止中國人要投票啊 可以禁止日本人的投票嗎 你有沒有 你咬死不啦 我們現在沒有 你那個 都沒有 都沒有 開一票 標杆給它下落 共和它下落 禁止中國跟日本以外 所有的國家都可以來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你如果這樣做齁 我們美人都要走 先你起來做主任秘書 市務會議 回到市長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做胸子 住在日本人 把我的認證 那現在是怎樣 日本人跟市長這樣 對中國也好 對日本也好 後來 我們台灣人 就要聽出來啦 輕聲離淬 不能他們雞子的瓣皮 在床 把人的雞子的瓣皮 在床 兩頓標準 再給一分鐘 台灣人在國際 尤其 他這個是公道 還有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說什麼 跟日本在說協議 這也沒說到 你說消費 那就沒有租款的所在 美國也在那裏 中國也在那裏 韓國也在那裏 日本也在那裏 飛利賓也在那裏 台灣人也在那裏 為什麼就要協議啦 你協議貴 人家是經濟海洋共督 政策 像當時代 像南海 那有政策有政議 不然說我們就來協議 我們跟飛利賓有政策就來協議 我們要跟他協議 不然你青林那裏 路過這裏有支援 主席啊 議會你今天做主席啦 要下一個國議啦 中央政府現在顧民黨啦 好 謝謝 謝龍貴議員 那我們接下來請李文正議員發言 請李文正議員發言 請李文正議員發言 那再接下來我們請王嘉珍議員發言 那個農業局 那個農業局 局長 辛苦你了哈 今天我們這個關心我們台南市 尤其是過去浮原比較大的台南縣 這些相關產業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施木魚 那本來我們跟對岸大陸有棄作對不對 那前一陣子消息已經確切了 那好就說五年期滿嘛 所以照你們的解讀應該非關正治嘛對不對 是因為我們的契約到期了 然後呢我要請教一下 跪局在我們是學甲吧我有沒有弄錯 學甲嘛對不對哈 在這個施木魚棄作的態度是什麼 雖然五年期滿 OK我們也看到了我們台灣 就說我們台南這些飼養施木魚的農民 他們說所謂有一些成本的問題 但是基本上來講 我們的慣性思考裡面說 一個合約這種合約並不是房子蓋好了 這家公司就撤了 OK 這種是可以久久長長的事情對不對 因為農民他不是今天是施木魚 明天就改了嘛對不對 所以要請教一下 我們農業局在這個契作的態度上 是什麼樣一個態度 基本上 漁民如果說他有更大的一個市場 就是能夠擴大市場 那對這一個價格的一個穩定 應該有支撐的一個作用 當然他去做的一個數量 可能也佔的比例 並不很高啦 大概是只有6.5%左右 多少%? 6.5% OK 6.5% 那台南這邊他施木魚一般來講 台灣的施木魚會從屏東 從這個高雄這邊台南 然後到嘉義 甚至最北到雲林 那之間他就是有這個季節性 大概我們這邊就是等到寒冷過了以後 我們才下苗 然後大約是生產期是在9月10月11月 這一個階段 如果說大家都集中在那個時候 難免這個因為量多價就會跌 局長我知道你在解釋說 這個施木魚對我們台南鄉親他佔的 所謂的應該怎麼講 他的出貨是佔6%嗎 總數 總數的6.5% OK 但是這個案子他所釋放出來的訊息 就是符合過去馬英九總統一路講的嘛 兩岸一個互利一個和平的一個開展嘛 那我想請教一下你剛剛在解釋這些 但是你知不知道賴清德賴市長的態度 這個是這樣啦 這個是這樣啦 因為施木魚 當時在馬總統的時候 他是把它列為ECFA的項目之一啦 OK 那他主要的就是用條動 所謂條動就是整個魚把他這個撈起來以後 我們就直接把他冷凍然後銷售 局長對不起你不用解釋那些技術面什麼的 我想請教你的是說 你知不知道你們賴市長對於器座施木魚 我們目前沒有續約賴市長的態度是什麼 你就回答我你的大老闆的態度 他知不支持繼續器座施木魚 他是非常關心移民的 這一個產品的銷售問題 局長我要跟您講的意思就是說 很快520就要到了 小英大總統的種種作為 對未來兩岸之間是產生一個 很可能不管是地洞山搖或者是和平共存 我們台南市作為一個長年以來 那麼支持民進黨政府的縣市 今天讓民進黨繼續得大位 對那民進黨政府是不是應該也更顧慮我們台南鄉親的權益的維護 賴清德賴市長在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非常明白的表示支持繼續器座施木魚 OK 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說請不要忘了這一塊 即便他目前所佔的趴數不是那麼大 但是呢我們都看到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友好良善關係 應該是有利於台灣的嘛 不要因為政黨的輪替讓台灣人民受害 好局長那我們就講到了不要因為政黨的輪替讓台灣人民受害 這是我們所有從政人士念之在之的心經大法才對嘛 對 那我就要請教局長 現在我們搞不懂的是我們台南市議會應該是執政黨的民意代表 或者有賴清德的民意代表大概都不方便拿出來講 但是呢大家一定心知肚明 所謂的瘦肉精 就是有害我們台灣人民的一種不得已的美國 他們的添加物 可是美國的添加物 他送到有些國家的時候為什麼不要 可是偏偏送到我們台灣的時候 如果他要進口台灣的時候他就有瘦肉精 以前民進黨的相關這個民意代表講說 什麼零檢出什麼10PPP通通不準嘛 好像是這樣嘛 那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你甚至告訴本會 如果我們自己的豬農 被檢驗出有瘦肉精的含量的話 要被懲罰的嘛是不是 是6到30萬元 OK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是太荒謬了呢 我們地方政府祭出罰則 不讓農民為了要降低成本 為了要讓他的產品看起來比較美艷好銷 而施打了所謂的加工物品 所謂的這種化學劑量 可是我們卻要進口瘦肉精的美豬或者美牛 讓我們的台灣鄉親 受到健康得癌症的潛在威脅 而且威脅是經過證明的 所以局長 你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不要讓這個矛盾的擴大 乾脆 我們自己的所謂瘦肉精的罰則也拿掉 會比較公平呢 因為你現在怎麼看 對我們台南 大台南的豬農 佔全國第四大 對不對 的豬農 我們用了這樣子的要求 我們自己本國人 不可以為了你各己的生存利益 傷害我們台灣人的健康 可是我們卻如此這般的 請美國人進口 傷害我們台灣人健康的產品 如果我們勢不可擋的話 局長 我們是不是乾脆就拿掉罰則 讓大家公平競爭 然後你在標示上面寫得清清楚楚 我們台灣農人 台灣這個豬農寫的 瘦肉精是多少 美國瘦肉精多少 吃我們自己豬農的產品 反正要吃瘦肉精了 我們吃我們自己豬農的 讓他們豬農多賺點錢 這不是才是對的嗎 局長 這個應該要取得 國內的這個 續產業者的一個共識 如果說要把這個取消 那麼必須要去做修法 局長 今天你剛才講說要去 請教明天衛生局 對不對 請教衛生局它是健康啊 醫療什麼有的 食品安全 對對對食品安全 但是你清清楚楚知道 我們自己有訂定罰則 不准減出瘦肉精嘛 對不對 那我想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些民意代表政治人物 怎麼如此的 後代外國人 苦毒我們自己的鄉親 我們自己的鄉親不准有瘦肉精 那你們的大帽子是說有害健康 這沒錯 真的有害健康 很多證據都看到了 可是 我們卻進口有害健康的瘦肉精 那在這種情因之下 為什麼不能公平競爭呢 我們 我們書記長講得很清楚 國民黨團全力反對 美牛美豬瘦肉精的產品進口 但是我們今天要替我們自己的豬農喊冤 他們將來怎麼去跟美國豬美國牛跟他們比 美國人夾著所謂的TPP 夾持他是全世界的老大 現在老大快要被對岸的阿羅阿搶到了 他們就脅迫我們台灣人 局長 我的意思說這個議題 你當一天農業局長 只要一天美豬含瘦肉精開 但是它更好 你如果一些偏見的 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等候 我們在等候 某站 你繼續 我們在等候 你 謝謝王家中議員 因為剛才本來要休息 後來要繼續進行 所以可能影響到李文正的潛意 所以我們請 等一下請李文正發言完以後 我們就休息十分鐘 請李文正議員發言 謝謝 我們有發公文 這個 三小班 這個我們就是要收300塊 這個 剛才我告訴你 這個我們 愛好 跟說 對對對 我先幫你建議 其實 農民 貝民 我常常說一個國家農 國就倒了 現在我們農倒了 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來 照顧這些農民 這是政府 這是一個 我們要來彌補人 過去我們開台這些農民 我們開欠這些農民 生產給我們吃 那個時候 我們所想要把北施 衝突的土地 這個 像說我們的 漁民 這個 這個 他65歲要撐蜜 的時候 就要再貪蜜 就是說 他在19998年進行 加進肥報 他才有老肥的頂貼 老肥的頂貼 結果人家現在65歲到了 這個 所以他還要貪蜜 要叫 離開 去 對這個 漁民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武力 因為 我 65歲 我就退休了 所以 我來念 老肥頂貼 七千塊 七千里 這是他的 管役 這是政府 給他的 你賠蜜 你再叫我們蓋一個陰 說他還有種樹枝 他65歲了 他已經退休了 他有種樹枝 沒種樹枝 我們不應該去人貼籃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現在理長他有的就不知道 你蓋這個陰 我不知道有要緊還是沒有要緊 所以畢竟造成很多五歲 很多困料 社會分證出來 所以局長 因為我們做一個基礎的地方 我們也有錢 尾階也很高 我們應該就要來把這種不合理的規定 要來做一個處理 局長 我們不要跟他們照顧 結果還在那裡幫人生命 對這些避民來說 這個是局長這樣對不對 我了解說那個案到底是同案還是個案 如果比較說同案的問題 我會去那裡建議 你如果說大家都要這樣就是 我要了解看看 看到底他有把漁民 抽象最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說做一個總統 你說會臨民這麼多嗎 台灣這麼人少啊 你做一個農委會的主委 做一個部長 做一個市長 我們有臨民這麼多嗎 這個基礎的問題就是國家的問題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漁民實在是有夠可憐 所以不怪那時候我們老爸說傭子 你就不要再去討論 你就不要再去捏漁 做我們很辛苦 我實在說這個我們想到很辛苦 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漁肥 現在我們有把這個漁民規定說 可以補到3萬3千塊而已 那這種的關聯這也完全不對 今天我們就要鼓勵這些漁民 你來多補多 薪水你補得比較高 以後的時候你的貼油金不可以多補多補多 他就要自己補的對不對 雖然我們政府補貼來說 但是他也要自己負擔嘛 對 我們現在我們就要怎麼呢 政府你就要想辦法來提高這些 緑水的這個退休的這種 退休金嘛 我們社會不才不會說參差這麼多 我們讓他差那麼多 吃老的時候他如果要去擁楼 要去擁楼 他就不用跟兒子純當手 就不用這樣 兒子來負擔 局長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 像我們這些規定啊 我記得一個例子 所以我有問這個勒 勒保局 勒保局他說沒有啊 我們不會規定這種東西 因為你像說我們的工費嘛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台南市大部分 都是沒有自主的這種 不一定顧主的工費嘛 因為我們台南市根本就沒有三頁工費嘛 你像說那個安平工業區 哪有工業區哪有在做工費 因為都是中小企業嘛 所以他們就沒有在做工費嘛 你如果台南館的部分 你像說喔 那就是酒唱啦 或是說一些這個比較大間的啦 他們才有一個三頁工費啦 所以我們大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這頁工費 我們有均勒百的啦 那這些這頁工費就是 都怎樣呢 都不一定顧主 所以這頁工費 今天他要 導播新主 我一年可以增加15% 這是一個沒有新聞的規定 他這樣就要去拿證明 不需要嘛 不一定的顧主 甚至這些戰中的這些歴史 他也不需要去拿證明啊 這個最主要是怎樣 這對社會安定有幫助啦 因為你政府的時候 你本來就要去照顧這些老百姓 你像說一般的國家 他們都在吃老的時候 都有這個老人年金嘛 年後你退休才會另外退休金嘛 最主要就是說 可以滿足你基本的生活嘛 齁 所以這個工費 齁 他就不用去拿證明 他就一檔都可以加15% 可以加到最高的 加到最高的 他就要再負擔了 他的憲報也要加多了 他的報位也要加多了 所以是怎樣我們 我們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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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各是進性的關係 人子被選出去不是怕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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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貂 commission 平均多少 你知道嗎 局長 對 我沒有研究 對啊 這其實我們都要知道 我們不可以說沒有研究不知道 我們還要吃豬肉 也要看豬肉 我們六港平均的六保年金的貸油金 是差不多一萬三千塊左右而已 這個內進保育所公佈的 基本的生活的一個追蹤多少呢 要差不多一萬四五塊 就是說上海市 我們一個月要一萬四五塊的時候 才能滿足到我們的生活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們這個六保的貸油金 基本就還不夠了 你和風說這個六港 是可以補到四萬三千塊 現在來我們再加到一千九百塊 那時候現在可以補到四萬五千三 四萬五千八 因為當地來都沒有條件 所以這個局長 你說補到三萬三千三而已 你就不再讓他補起來了 你就還要叫他拿出這個證明 這是共鄰索蘭 這個政府這種做法 這個是最多最多的不應該 因為這個是最需要我們 來照顧的軸運 所以我們想跟他做我們也要比較工匯 他如果要調的時候 我們就是可以這個十五趴嘛 你如果調到最高的嘛 這樣他後吃老的時候 他也只要一萬多塊錢 退休堂用嘛 對不對 教長 這個齁 這是中央的一個制定的一個辦法 我是說有機會 我來建議 所以齁 我覺得說我們的這個政府 這是不足為 因為今天我們不要說今天我做一個 農業局長 我今天還有一個一般的這個八歲 我也就要替這些六歲 來主持一個公道嘛 來主持一個政議嘛 這個就吃比較沒年 我們就要來加減少 想說我們有這種自比人民的心才對嘛 哪有這個說今天 像你們公務人員 你可以領到十多萬一個月幾十萬 今天這些老公這些農民 現在他領三千塊五千塊 一萬塊八千塊 他吃肉怎麼生我 所以這個不應該這樣 很簡單嘛 教長我們就比較肉鋼就好嘛 好 好 謝謝林議員 好 休息十分鐘 你好 好 對不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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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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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謝謝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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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 谢谢 好 好 好,感謝我們李文正議員 還有蔡議會議員這麼認真的問政 那是不是我們今天的議程就到此結束 那非常感謝融會局、金發局的各位主管 以及媒體的朋友以及本會的通人 那明天4月29號上午9點半 由本委員會衛生局以及環保局 進行A5的報告以及議員的質詢 那散會,謝謝 謝謝